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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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各位Master有没有很羡慕狮子节大叔 焚头单抽直接就抽了孤悟星 一抽到还就破满了 而且小莫怎么这么可爱 四伏好可爱 凶孩子一样在地上打滚也好可爱 在Fate Aprocrupa中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念 就念发吧 狮子节大叔使用圆桌碎片 也就是带毛王的饭桌 召唤出了叛逆骑士莫德雷德 照在Fate Stay Night和Fate Zero中 就已经出现过小莫的身影了 大概是每一步有带毛王的Fate 小莫都要出来 但是你们当时一定没有想到 小莫居然是这么孩子气的一位骑士 在动画中 小莫对自己的父王有那么大的执念 那么亚瑟王传说中的莫德雷德 到底是不是亚瑟王的私生子呢 这就要从亚瑟王传奇的产生说起来了 亚瑟王形象的变化 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基本上就是 老子世王所向披靡 亚瑟王的形象 从勇猛的战士逐渐演变成布雷甸国王 这时候还是比较正经的历史 也基本没小莫和其他圆桌骑士什么事 接下来 亚瑟王传奇在浪漫的法国人手中 得到了发展 这时的传奇小说 基本上就是八卦一下蓝斯洛托和贵尼威尔啦 壮大一下原著牛郎团 写写写游侠故事呀 去找一找圣杯旅游啊 除了法兰西 多一只作家 也没少给亚瑟王编故事 基本就是在这一时期 作家们为了强调 戴毛王自己的罪行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而在戴毛王身上加了不少设定 亚瑟王不仅被戴了绿帽子 隔壁王叔叔的影像也越来越富满 他不仅睡了自己的姐姐生了小莫 还因为畏惧小莫会颠覆王朝的预言 而将和莫德雷德同一天出生的婴儿 放到船上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而最后 亚瑟王也死在了自己四生子莫德雷德手里 这种富有宗教色彩的罪欲法 又使亚瑟王传奇 多了一丝悲凉与沉重 小莫的形象呢 在公元十二世纪布列天珠王史中 莫德雷德是作为亚瑟王的敌人出现的 他的身份是 The Son of King Lord and Murgos 是亚瑟王的侄子 在The Dream of Funderbury中 写到莫德雷德不仅是亚瑟王的侄子 也是亚瑟王的养子 而到了The Vulgate Merlin这部散文中 戴毛并不知道 Murgos是他的姐姐 然后绿了King Lord 生下了小莫 养子设定 搜的一下 变成了私生子 到了15世纪 英国人终于开始发力了 自己家的国王 还是要自己来写 托马斯马勒里爵士 及大成性质的亚瑟王之死诞生了 这也是第三个时期 亚瑟文学的巅峰时期 亚瑟王之死书中 莫德雷德是亚瑟王的私生子 在亚瑟王带兵攻打 蓝索特时 假传亚瑟王战死的消息 自己成为国王 而这时的民众认为亚瑟王 干戈扰扰 也都支持莫德雷德骑士 这对父子呢 本来也是打算谈判的 但是又不信任对方 都告诫自己的部下 只要看到一点刀光剑 你就开打 在谈判时 一位骑士为了斩断 扑向自己的毒蛇 拔出了宝剑 然后就 开打了 就一直打到 只剩下这俩五星C 枪带放出宝具 华丽丽的中处 无二支枪 换穿了小莫 小莫也给了亚瑟王致命一击 这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 叛逆骑士莫德雷德的形象啦 贝特系列 也基本沿用了这样的设定 小莫是由阿尔托利亚的姐姐 魔女摩根 制造出来的人造人 是名副其实的亚瑟王之子 宝具是怼爹宝具 对无华丽父王的叛逆 无论是亚瑟王的传说中 还是贝特系列的设定中 莫德雷德 都一定是划着怨恨和不甘死去的吧 还是非常心疼小莫的 人家只是想要爸爸的认可啦 带毛女太不动人心啦 今天的小百科就到这里啦 我要回自己的加勒迪里 田小莫啦 嘿嘿 想要掌握更多的使用技能 调解更好玩的姿势 欢迎订阅次元光线官方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 哔哔哔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